他的心臟要把血打出去 这里173 所以这里要超过173 张医师他把我们当成 那个实习医生来带 他教我们很多 其实很多是关于医学方面 但是我觉得学到更多的是 关于那个心态方面的问题 你来这边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它会让你的心比较入软 否则我们在看病的时候 这个门诊你今天挂40个 你必须在三个小时之内 把40个给看 像我们刚刚在第一户 我们可能就花了半个小时以上 那我们从他的生活细节 一直讨论到 他接下来要怎么生活 才能变得更健康 高二学生立志在医学 随着慈禁人医会 到平息服务的机会 建构学医之路 应有的慈悲和智慧 那孩子们平常在学校里面 这是他们学习不到的事 所以在这里 他们也可以感受到 外面世界还有这么多需要关怀的人 身体的病依靠药物治疗 健康的心需要爱来保健 大爱新闻知识美职工黄耀廷 徐锡东高全发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